严密说,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见客户怎么样 见客户你穿那么帅干嘛 那见女客户肯定要注意形象啊 我代表的可是公司 女客户,是那个圆圆吗 对啊,就她呀 你俩上次没来演出了,那是正宁谈合作吗 那人家喜欢我,我总不可能拒绝吧 那我们俩公司之前还有合作呢 那我都算为公司献身了 想要拒绝还不简单,我帮你啊 哎呀,不跟你扯淡 你帮我干嘛,帮我去买点好茶 再买两条中华,我要用来送礼 嗯,知道了 哎,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啊 再帮我准备套化妆品 哎,好久不见啊,袁总 好久不见啊,这是我前两天逛街买的 还蛮不够你气质,送给你 哎呀,还是袁总有眼光啊 你看,我也给叔叔准备了一些礼物 就是一些好饮好茶 我也不知道叔叔喜不喜欢 来来来,秘书你先拿 什么啊 我照顾你丰富买的呀 我 套总,你还挺幽默 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活跃气氛 那个,我还有给你准备礼物了 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化妆品 是吧,来来来,袁秘书那个,来给我 好久,你不是打算护手套白狼了 我 你这他们买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也是让你丰富买的啊 我 袁总,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送什么都没有 就是请您去家里吃顿便饭来的有诚意 是吧 今晚有没有空 我让我袁秘书下厨 他手艺可好了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好吧 我要吃三杯鸭 三杯鸭会做吗 当然 袁总,我跟你讲 我们那样口味差不多 我也喜欢吃三杯鸭 来啦啦,就当了 快尝尝我们的这个三杯鸭 鸭子 浩总,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 没必要一天刷我三次吧 不是,袁总,你听我解释 那个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幽默 我这个就开玩笑了 我就知道你懂幽默 我帮我拿东西 那个袁总,你不是说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气质吗 你这幽默的气质还是适合带小天才吗 你这都整的什么东西啊 我这不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吗 我